第7.6,我們要去做一些新的類型的數目 今次我們不是要計數,而不是simplify 我們今次是arrange arrange的意思就是我們要把我們有的東西交換次序 拌亂它,有亂的,變回正確的次序 這樣有兩個字要懂的,幫我寫下它 Ascending 和Descending 兩個字太重要了,所以在旁邊寫多一次 Ascending 和Descending 你可以記住,Descending和Decrease有關係 我是這樣記住,所以應該由多到少 Ascending 反過來,由少到多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Ascending 要由最小的開始 去到最大那個,或者最小到最多 Descending 反過來,由最多的開始 去到最小那個 好,去到這個題目 它說,我們要排次序根據 power of the variable variable 即是微枝數,就是x power 即是次方 即是上面小的數字 那它呢,是要我們同時,這是n 字 它同時要我們排Ascending和Descending的次序 所以現在答案有兩個 記住寫清楚你答Ascending還是Descending 即是表示你寫清楚你的題解 好,第一件事,我們可能先回答Ascending 記得Ascending是order 我們做的時候,我們要排次序 當然要分開有多少個東西 我們有四個東西 記住 原則是 符號,數字,未知數 一個東西 下個符號開始是另一個東西 去到未知數,下個符號開始有另一個東西 OK,四個東西我們要排次序 我們說排甚麼是power of x 即是它的次方 再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東西裡面 有多少個x是乘一起乘的 例如,x二次代表有兩個x 這個東西是沒有x 這個有一個x,這個有三次方 所以如果我們要Ascending 由最小開始 即是由最小x的數字開始 四個東西裡面,最小x的是沒有x 所以先寫負二 接著,第二,少x的應該就是一個x 就是加7x 第三,少的,就是x二次 前面沒有符號代表隱藏了一個加號 第四個 這樣就寫完了 有一個東西必須要注意 我們現在排這四個東西 我們只是說power of x 即是說x的數目 即是未知數的部分 前面的符號和數字 我們是沒有興趣的 符號數字未知數 只是看最後的部分 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數字是不跟次序排的 是正常的 好,接著我們說 在說第二點 Desending power Desending order 或者叫做 Desending order 即是很簡單 前面是越來越大的 後面越來越小 那就是調轉來寫 很簡單 把上面的東西調轉來寫 好,這樣就完成了 好,B part 一模一樣 做法 今次Y variable變成Y 但做法一模一樣 第一件事,斬開四份 第二件事,寫回你正在答什麼 不如我用Ascending order 這樣就有 最少Y的開始 最少應該是沒有Y的 減十一 接著 減四Y 接著 加 5Y的二次 這次很特別的 沒有Y三次 但不要緊 順序數下去 Y四次 這樣就可以了 哎呀,死錯了 好,接著 記得 原則是 只是看Y的數目 和前面的符號未知和數字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 符號和數字亂了 不要緊 Y的數目 越來越多 接著到Descending power Descending order Descending order 即是把Ascending 調轉來寫 就是這樣 足夠調轉來寫 前面的加號可以隱藏 就是這樣 再說一次 Ascending 即是由 最少未知數 一直寫到最多未知數 Descending 反過來 由最多未知數 寫到最少未知數 即是 這是上升 這是下降 沒問題 你可以看看 題目 記住做完之後 對答案 這次 看完題目 這次是Arrange 以及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所以答案都是回答兩件東西給我的 答案都是回答兩件東西給我的